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止这些 当他走红之后 很多博主纷纷用独特的方式 向这位救水千彩致敬 他们为全红蝉唱作歌曲 用音符编制出他的传奇故事 全红蝉在巴黎奥运会赛前说的 小小巴黎拿捏比音乐人王博改编成了歌曲 这首歌述到了很多网友的喜欢 起旋律欢快 歌词琅琅上口 歌曲唱出了全红蝉和陈雨昕 在奥运比赛中一起并肩作战了精神 之后还没有央视才 小小巴黎 拿捏 小小巴黎 拿捏 小小巴黎 拿捏 金蝉点水绝绝 小小巴黎 拿捏 如鱼的水翩翩 小小巴黎 拿捏 红蝉玉戏贴贴 但思念我遇见 并见假面 谢谢 拿捏 红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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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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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圣上也将小小巴黎拿捏 我改把翘水梦之醉两朵金花 也写入歌词中 魔性又上图 不仅如此 博主圣上将葫芦娃的歌曲 魔改成全红蝉嗅水夺冠歌曲 是赞谱绝口啊 永难高音的环后美声唱出来 歌词魔性 轻者太逮捕 而后喊比央视征用简直太美丽了 网友直呼 你再唱下去 你就要变成央视御用一品 小时如梦幻 传诚心坎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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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风战 背包上的娃娃 成光满 星光脆色 喜欢的小伙伴 点个赞 转发前会入口了 本期节目就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